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節目,我是你們的阿劉 這位是尷尬 你好,今天我是來幫大家提的問題,作出提問 我是提問機 我是回答機 我們的人類本質是複讀機 昨天我在BiliBili上發了一條動態,勸大家勸我提問題 今天我跟尷尬把你們的問題全部回答出來 這期節目大家可以看到有少少少少少少少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用粵語來做節目的 這樣可能比較特別或是自然一點 是嗎?會的 有少少 你可能會聽到一些粵語的粗口 第一問 面臨中考體育成績不好,如何提高 首先我要跟大家說的是我整個初中的體育成績都不是很好 除了體育中考的時候,我考了滿分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的是你們跑之前可以加強點鍛鍊 那你不加強鍛鍊,你三個分 好,第二題 阿劉做了這麼久的視頻,動力是甚麼? 那很明顯,當然是大家的愛 大家充的電,大家投的幣,大家平的輪,對不對? 有充的嗎?電有充到嗎? 有 哦 好啦 充啊!你的成績好不好? 當然好啦 他問甚麼成績啊?學習成績啊? 還是在床上的成績啊? 學習成績呢就... 講到學習成績呢?當然不用說了,對不對? 當然差啦 阿劉,你覺得你英俊嗎? 非常OK 他沒有這位尷尬的英俊 哦,那些水軍工資我今晚給你了 多謝剛才那條加5元給你 駱小寶問,阿劉,你懂不懂說土味情話? 我的天 然後怎樣? 我在腦補什麼? 你有打火機嗎? 沒有啊 那你是怎麼點燃我的心的啊? 鬆鬆的肉鬆餅問你,希望阿劉可以多點up煮麵機 OK 杜草解說就說,阿劉,你喜不喜歡鍋勒勒? 我當然喜歡他啦 既然他都說,我今年要選這個百大的舞台 我為甚麼可以不喜歡他呢? 是不是?百大舞台見 阿池余問啊 阿劉,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我爭仔啊? 這個是幼稚的女朋友 我沒有啊,沒有啊,你沒有亂說啊 沒有啊,沒有啊 怎樣隱藏自己的高中生屬性? 我看了你的視頻很久之後才發現你是高中生 蛤? 即是你們覺得我很老? 對,他們是讚你還是踩你? 畢竟我很少在視頻裡面說過我是高中生 嗯 之前有發過一期視頻,即是發我的一間幾個學校 大家應該也有看到,加以兩人看到你是一個... 假憤 假憤 哈哈哈 但我想他的意思是,他覺得你更成熟,不是老不老 哦 所以他說怎樣可以表達出自己沒有那麼一體 哇,你一個幼稚人 即是不要被人覺得自己幼稚 你只要疑訓呢? 哈哈 我很潮塞的,就很成熟 即是搞殘自己,就不像高中生了 是嗎? 搞老自己 OK 香蕉就問了,阿廖,你有沒有男朋友? 我是直的 看他頭髮都知道 直風殘林問你,我喜歡了一個女生,你教我怎樣追她行不行? 是呀 Follow your heart 好像很帥 七木問,劉哥哥什麼時候恢復更新遊戲視頻? 這個可能近期都不會,因為我已經變成生活驅主了 有分嗎? 已經回不了頭了,不可以再玩遊戲了 是啊 為什麼? 因為 轉型,意思是嗎? 大家可以發現,很多主播都已經轉型到生活驅了 就好像大家的福錄,好像力圓軍,全部都是生活驅的 你覺得為什麼遊戲不好做? 遊戲玩得那麼糟糕,你們會看嗎? 噢,有些人是專門看糟糕的 喂,林兒沒錢就問,你什麼時候女裝啊? 沒有可能的 死一條心吧,是不是? 十萬分有可能 黑爺問,如何用鼻屎畫出清明上河圖 黑爺,你先撩夠這麼多鼻屎給小劉 寄過來,整包寄過來 要先插材料,到時畫給你看 清明上河圖,蒙阿麗莎送一張給你 小進問,阿劉你是怎樣看早暖這件事? 做得很正常 嗯 嗯,你覺得怎樣才早呢? 即是如果說早暖的話 這個早暖到底是 小學才早,還是中學早 有些人可能覺得大學剛剛畢業的時候就很早 我覺得紳士度應該是紳士度,我覺得你這個應該是幼兒園 所以我覺得假如是幼兒園的話,這個不可以 因為這個男生可能有些利是錢或零花錢就跟女生買禮物 那個女生分手的時候就跟他說 你的辣條是我買的,你的酸奶也是我買的,你憑什麼好我分手 阿劉,你的JJ是朝上放,還是朝下放,還是盆在腰上? 我拖在地上 很噁心 哈哈哈哈 聽人以為你這個小小小拖著棍子,為什麼要砍油 還要拿著鐵通在地上刮到有火花的 噓噓聲 李國曉說,暗影烈手 好,什麼時候準備就緒? 糯米團問 阿劉,當你同學知道你是up主的時候 你的同學有什麼反應? 或者是你同學是怎樣知道你是up主的呢? 大部分人知道我是up主 都是通過某主播鏡直播中校 直播中校?你試過直播中校? 只不過是我去考場那些東西放下 然後就在朋友圈裡面,各大網紅轉發的視頻 真的嗎? 我第一屆的學生差不多都看過那條片了 在街上捉了一個人物,他可能都看過 我看過!那個小子,成績可差了 執著於散文 阿劉,我想問一問你,你們順德那邊的口音 跟香港那邊是不是一樣的? 可能最大的區別就是我們全部都是白話 然後香港那邊還要夾英文 英文 你幫我看一下我的臉裡面有沒有shit 哈哈哈哈 完!問完! 好啦,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假如大家喜歡這條視頻 可以點個讚,評個論,充個電,投個幣 都是ok的 當然你對我的視頻有什麼看法或者建議的話 可以在評論下面告訴我 或者私信告訴我 都是ok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關注 很尷尬 謝謝 好,那這期節目是我第一次完全用粵語來做節目 當然大家喜歡吧 我們以後可以再合作一起 是啊,沒錯 我們之後應該會有更多一起玩的東西 是 因為現在我們在這裡 加入一個大project 一個小小的大project 好啦,那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